大家要開始上教之後開始提到濃度的問題 什麼是濃度 算濃度就是在算比例 你國一數學學過的比例 誰跟誰的比例 文言文 融質在容易的比例 白話文 糖在糖水的比例 請你算濃度就是請你算比例 什麼比例 糖在糖水的比例 有這麼多的糖水 請問裡面有多少的糖 這樣就叫做濃度 請問老師你要算什麼比例 你是要算體積還是什麼比 答案叫做水面 你放不一樣的東西進去 你就會出現不一樣的濃度單位 我們國中會教三種濃度的單位 第一種就是我們單位馬上就要教 這邊考試的主要重點 重量百分濃度 文言文叫做 每100公克溶液中 所含有溶質的克數 每100公克糖水中 含有糖的克數 有這麼多公克的糖水 請問裡面有多少公克的糖 這樣叫做重量百分濃度 每100公克的溶液 所含有溶質的克數 公式寫成這樣子 下面的分母擺的是溶液 上面的分子擺的是溶質 這裡為什麼要寫一個 乘百分之一百 是為了數學 因為數學有這個之後 出來才會是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五這樣子 所以是為了數學的要求 要寫個乘百分之一百 好 所以這叫做 重量百分濃度 每100公克溶液中 所含有溶質的克數 另外一個叫做體積百分濃度 剛剛類似 但現在改成 每100毫升的溶液中 有 幾毫升的溶子 糖不會算幾毫升啦 所以我們是 100毫升的球裡面 有幾毫升的酒精 小朋友的酒精 改成用體積放進去的時候 叫做體積百分濃度 剛才放的是質量 叫做重量百分濃度 現在放的是體積 叫做體積百分濃度 這個通常是在下學期 交有機化合物的時候 難道酒的時候 拿它出來 因為酒的濃度 就是那個斷 叫度 我們所謂的百分之一 酒就是一度 所以那個58度的高粱 什麼意思 100毫升的酒裡面有 58毫升的 酒精 所以你喝了100毫升的酒 我壓制就是喝了58毫升的酒精 通常的啤酒是4%到5% 就是 喝100毫升的啤酒 喝了4毫升或者5毫升的酒精 叫體積百分濃度 這個通常是在 交有機化合物的時候會考 但是呢考的也不是很多 最後一個我現在不教 下學期的重點 體積墨濃度 這個我現在不提 這個是下學期的重點 體積墨濃度 好 公式配好 你這次要配的叫做 重量百分濃度的公式 這次考試要配這個 重量百分濃度的公式 這次考試的重點 每100毫升的糖水中 有幾毫升 對不起 每100毫升 100公克的糖水中 有幾公克的糖 好 這是這次考試的重點 現在要溶解度 這個是基本上不用計算 觀念題 一杯水 沒有辦法無限制的溶解 會有個限度 這個要做所謂的溶解度 這個限度跟溫度跟壓力有關 所以我這裡寫著一定的溫度 一定的壓力下 我最多溶多少 這樣叫做我的溶解度 我要兩種表示方法 第一種是鋼尾就要提到的重飽和濃度 就是我 裝裝裝到最滿最滿的時候 我的濃度多少 15% 20% 用這個方法表示溶解度 第二種表示方法是 像這個 100公克的水裡面有幾克 這個水其實是指的是溶解 如果你溶裏酒精就要寫100公克的酒精 如果你溶裏甲粉就要寫100公克的甲粉 但是我講過了 我們是教什麼 溶裏水 100公克的水 能夠溶 能夠溶幾克 所以呢 當我寫這樣的什麼意思 當我寫成這樣的意思就是 100公克的水裡面可以溶幾克 25克 700公克的水裡面可以溶解25克 溶解度的表示 溶解度跟溫度跟壓力有關 所以你寫溶解度的時候 應該要表明你的溫度跟壓力 但是我們的壓力通常都是指一大氣壓 所以有糖又忽略不顯 但是溫度應該要寫 這個是20度的溶解度 還是30度溶解度 還是40度溶解度 要寫下來 剛才講的飽和濃度是裝滿 我最多能夠 我這100公克的水裡面 最多能夠溶解15克的鹽巴 那現在就溶了15克 我已經裝滿了 就稱之為所謂的飽和溶液 那麼這個溶液就叫做所謂的飽和濃度 我有裝滿 如果 我還沒有裝滿 我最多裝15克 我現在只溶了10克 只溶了8克 我沒有裝滿 要所謂的 不飽和溶液 如果我已經裝滿了 我再往裡面 我這個已經裝滿 我再往裡面加糖 它不會再溶解 就像底下有一堆糖 那你外表上是看到 一堆水裡面 底下有一些糖 但是如果你跑進去看 會發現 不斷的有糖在溶解 也不斷的有糖在沉澱 只不過溶解跟沉澱的速度是 一樣化 所以外觀上看不出任何變化 這個觀念 下學習會再拿出來用一次 所以要做所謂的溶解平衡 我已經飽和了 我就達到了所謂的溶解平衡 溶解平衡的時候 我繼續在溶解 同時也繼續在沉澱 但是溶解跟沉澱的速率是 一樣快 剛剛講過 溶解都會受食的影響 溫度跟壓力 對固體而言 通常是溫度要高 壓力要小 溶得多 通常是這樣 溫度跟壓力的影響 通常是相反 如果有一個狀況 需要高溫 那通常就需要低壓 如果有狀況需要低溫 可能需要高壓 溫度壓力的影響通常是相反 固體 基本上 就是要高溫 低壓 溶得比較多 氣體就顛倒過來 氣體是要低溫 高壓 這個很正常 你喝過的汽水就知道 汽水要喝冰的才有氣 你把汽水煮開了還有氣嗎 就只要糖水啊 就沒有氣啊 所以 因為 加熱氣就怎樣 保光啊 溶解不小啊 跑掉啊 所以 生活今天就知道 氣體要容得多 要低溫 要高壓 要高壓 很多人不多 才是很累 然後這個就是你們這個禮拜三要做的實驗 就是要你去溶解硝酸甲 看不同溫度降溶的狀況 要等到 溫度越高溶的越多 就是你們禮拜三要做的實驗 就做這個 這有一個表 你這個表就看得到 硝酸甲的 變化很明顯 0度的時候只容15 13 20的時候容到31 50的時候容到85 它上升的非常的明顯 不是鹽巴就幾乎沒有影響 0的時候35 20的時候也是35多 到了50也只要變36多而已 幾乎是一樣 但是呢 氫氧化鈣就顛倒了 0的時候還有0.18 2030變0.16 到50只有0.12 反而溫度越高反而容的就會 越少 剛剛講話是個例外 我請你要背下來 請你要記住的事情是 我們要請你記住的事情是這個 這個 固體 溫度高 壓力小 溶得多 氣體 溫度低 壓力大 溶得多 一般而言是這樣 所以 請你要記住 請問 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怎麼樣 上表 請問你 硝酸甲跟鹽巴 10度的時候誰容得多 硝酸甲跟鹽巴 10度C的時候 誰容得多 誰容得多 21號 幾例 硝酸甲 跟鹽巴 在10度C的時候誰容得多 看表格就知道了10度啊 硝酸甲跟鹽巴10度的時候誰容得多 鹽巴容得多 請坐 請問你到40度的時候誰容得多 到40度的時候 硝酸40度在這裡 硝酸甲跟鹽巴誰容得多 15號 誰容得多 硝酸甲 請坐 一個問題叫做 一個問題叫做 如何可以讓它 融得 多 融得快 融解速率 融得快 一個問題是使它融得多 增加融解度 請問 怎麼做 第一個問題 我怎麼樣使它 可以融得快 1號 快一點 糖到水裡面 怎麼樣可以讓它融得快一點 你再去玩嗎 1號 1號 幾滴 怎麼可以讓它融得快一點 糖丟到水裡面 它融得很慢 怎麼樣使它融得快一點 攪拌 請坐 25 不在 31 31 唐到水裡面 12是喇喇 融得快一點 還有什麼方法 加溫 請坐 還有別的方法嗎 32 還有別的方法嗎 我們通常不會改變壓力 我們通常不會改變壓力 你坐 1啦來 2 溫度提高 3磨碎 一大塊冰糖不好融 敲碎 細的方糖比較好融 砂糖比較難融 讓它變碎 變碎就好融 第二個問題是 怎麼樣它融得 多一點 這兩個意思不一樣喔 一個是融得快一點 一個是融得多一點 本來只能融3克 現在它能夠融4克 你一起來 怎麼樣可以融得多一點 增加融解度 融得多一點 增加溫度 增加溫度 俠熱 你說 增加溫度 增加溫度 OK 可以嗎 可以嗎 我們平常是這樣考 以前是這樣考 可是學測試已經考過一題之後 就變得很好笑 就是 這一杯水100毫升 可以融10克 200毫升 可以融20克 量變多 他考的問題量會不會變多 大家都會 可是我們平常這樣叫融解度沒有變 沒有 100毫升 200毫升 20毫升 比例沒有變 沒有 融解度沒有提高 可是融解量怎樣 變多了 補時候是沒有人考融解量 但是 因為可愛的學生考過 所以 那就有人問這個 所以 意思不一樣 你要分清楚 請問 有人問答嗎 沒有